好,各位小朋友大家好 欢迎小朋友进入7月9号礼拜五的第三四节 国画课程的线上教学 今天的国画课程的主题是要用 泰雅语来做一个校园导览 我们今天的校园导览景点的地方是库乐池 那库乐池是位在我们办公室的外面的水池 那库乐池的泰雅诅语怎么说呢 就叫做Bidun Bidun就是池塘 Bidun就是快乐的意思 那池塘快乐,快乐池塘合起来就叫做库乐池 那为什么会叫做库乐池呢 这个是之前,前几年的 应该是十年前的学长姐呢 他们就是票选出来这个校园的景点 这个的名字就叫做库乐池 很酷又快乐的池叫做库乐池 主语念,主语叫做Bidun Bid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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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我们的族语当然,池里面 这个族语的意思呢 国语的意思呢 就是每一天我都带着开心的心情来到库乐池 那池中有我的好朋友 我的好朋友就是池中的小鱼们 看着他们在池中无忧无虑的游来游去 我的心情也就跟着轻松和愉悦起来了 所以我喜欢来这里玩 好,那这个呢 以上呢就是我们主语导篮稿的里面的国语的解释 好,那接下来呢 我们要复习这整篇的导篮稿 那我们前面几堂课呢 我们都已经把单词跟去词呢 都已经细 已经教小朋友怎么说了 那我们这一堂课呢 我们就是来复习整篇的这个导篮稿 好,那现在呢 老师先做示范 那请小朋友呢 要注意老师的声调哦 还有什么地方该停顿 这边都要注意一下哦 好,开始哦 我刚才 dic mi 我前面几告了 我的心情也会没捎成 impair disparities 我先 Clint East 先想像它 汤 ան 我的心呀 我再说 你妈咰 看这里 好,那整篇的道覽 好,那老师都已经念完了一遍 那小朋友听起来会不会觉得我们主语真的很优美 念起来真的是可以发现这个语言之美 那小朋友,我们学语言不要怕去学习语言 其实学语言最重要就是在环境当中 你要跟你的家里的长者一起学习 你就会学得很快哦 好,那接下来呢 请小朋友跟着老师念这整篇的导覽 我们再来念两遍 好,好 好,那请小朋友呢,一定要跟着老师念哦 好,那念的速度呢,是要跟老师一样这样子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念 复习第二遍 字幕提到上面的隔声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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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学校的师长们或者是家长 来介绍我们的校园景点 好 那我们今天的课就先上到这里咯 好 我们下课